一张张美丽的油画描绘着白冷会神父过去在台东传教的故事 每幅画周都传达出白冷会与部落紧密连接的关系 为了纪念瑞士田主教白冷外方传教会来台船服70周年 台东县田主教白冷会邀请33位艺术家至白冷会院 丽雪建筑驻村创作 以白冷之爱为题 6号且在台东艺文中心举办创作联展 以这个花卉的设计去象征说 白冷会他们的教堂在台东四区各地的绽放落地生根 那也希望就是永恒的发展生生不息 33位艺术家都来自不同背景 由以花卉拼贴来呈现教堂不同风貌 也有用象征手法描绘神父修女及修絮的人物肖像 还有以立体雕塑来特写描绘圣经故事 以及采用蒙太奇手法拍摄的影像 展现白冷顺堂的建筑特色 艺术家透过不同媒材与表现方式 呈现白冷会在台东生根70年的成果与贡献 医院也好 社福机构也好 还有他们帮忙不同的民族 保存了很多很多民族民的文化 白冷会的这个过去在台东的服务的历史 我觉得非常多的感动 因为他有这样在地的文化有机会发展 白冷会至1953年以来 已从瑞士派驻约42位旋復及五位修设到东部传福音 历年来新建学校 医院创办幼儿园及职讯中心 对台东原乡部落的教育跟医疗有深厚的贡献 惠方判透过这次展览 记录和传承传教世界 也让更多人了解白冷会的历史 元氏新闻 这部阵台东社采访报导